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梅洛 是我们本届最蒙体验官的体验者之一 她来自法国 但是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年 我觉得是要感谢我爸爸妈妈 因为从小他们就跟我说很多关于动物 然后从小就明白环境这个很重要的 当时我的朋友有很多惊喜 受爸爸的影响 梅洛从小就对大熊猫有着独特的感情 而这次参加我们的活动 她更是有备而来 我一直在学习 我一直在学习 睡觉之间一直在学习 学习 学习 我老板说 Melody you're crazy it's okay it's okay you're going to be there 他说 no but i need to know that but the book 这个不是英语 but this is all the christian we can have wow 多大看眼睛 我们多大多钟啊 so she's a good one 带着复习资料 梅洛掩人一服学霸的状态 在每次的任务体验过程中 作为大姐姐的她 在小组内似乎还兼顾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一直说我是她们的妈妈 特别是Sally 因为她真的像个小孩子 她一直说她是气开脑发一样 一直很激动 所以就是 我是比较 不要激动 要小心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角色好像我是她们的妈妈 作为小组里的脑力担当和冷静担当 梅洛能否用她的真实和信心 帮助到她和她的组员们呢 我觉得是我们的合作 我们一直在沟通 然后一直知道怎么分工 紧张我的手头这样子 下着史上最萌的体验 一步步前进 她们能否完成最终的目标 我们拭目以待 最萌体验官 我是魅洛